弘法立身是报恩 不是贪图 我要修多大功德 修多大佛报 不是的 你还有贪心在里头 贪心去修 是人天佛报 不是功德 出不了六道轮回 有许多人看到经典 这是修大佛报 赶快去做去 没错 出不了六道轮回 佛报想尽了 业障写起了 还要堕落 哪一个想佛报的人 不招意 所以佛报想完 就上赞土去了 这不是办法了 必须要了解四十真相 我们釜底出心 不再用贪嗔痴满意了 修一切法 那叫功德 那真是功德 断一切物 修一切善 不里头 不夹杂贪嗔痴满意 没有这个东西 这叫真实功德 真实功德也是个家民 真实功德在哪里 找不到 但它真有作用 什么作用呢 你看看阿弥陀佛 真实功德 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 那我们的真实功德 同样成就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固然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也是自己一份功德在里头 好像他是公司老板 我也加入股东进去了 有我一份 我这一生佛号 就是一个股东 两生佛号就加了两股 就这个意思 所以是他的也是我自己的 自他不二 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才欢喜持宋 你不懂这个道理 这个欢喜心生不起来 原来念我阿弥陀佛是七家股东的 这个欢喜心就生起来了 我开简直至是一个想法 你不懂得到 我希望你不懂得到